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網站系列這一集 我們要用 CSS 來修改表格格式 當我們用 HTML 建立表格的之後 我們會發現 HTML 的表格非常的陽春,非常的簡陋 甚至有點看不出這是一個表格的內容 為了能夠讓大家清楚的了解到這個表格的資訊 我們通常會用上 CSS 來修改格式 修改完了之後就會變成像這一個範例 你看這一個範例是不是清楚多了 每一個欄每一列都有特定的資料 當我移動滑鼠的時候它甚至會變顏色 來強調說你現在在哪一行的資料裡頭 所以這是 HTML 這邊是 CSS 所以這就凸顯了 CSS 的重要性 沒有 CSS 表格是這個樣子 有了 CSS 表格清楚 容易讓人閱讀 容易讓人了解其中的資訊 好的,這一集我們就來學學如何用 CSS 來修改表格格式 好的,那我們現在開始 在開始之前我們必須要建立網頁資料夾 那麻煩你到你的電腦桌面或者是任何地方你覺得你找得到這個資料夾 你方便找得到資料夾的地方 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譬如說我在這裡 我在我的桌面上面建立一個 我就把它取名為 CSS 更改名稱 我建立一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我要把它更改名稱 CSS 表格 這只是一個資料夾的名稱 你可以取任何名稱都可以 只要你能夠清楚的找到這個資料夾 好的,在你完成這個資料夾建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來建立網頁的路徑 要建立網頁的路徑 你必須要先開啟你的網頁編輯器 在這裡,在這個頻道 我使用的網頁編輯器是 Visual Studio Code 好,那我現在開啟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歡的網頁編輯器 只是在這個頻道裡頭我是用這個當作範例 所有的程式碼都是相通的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用不同的網頁編輯器 好的,然後建立完網頁編輯器之後 我們必須要來做第三個步驟 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所以麻煩你開啟新檔案 如果你是用 Visual Studio Code 開啟新檔案的方式是 到這個 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新的 Renew Window 新的視窗 因為我擔心你之前的程式碼 跟這一集的程式碼相混淆 所以我希望你建立一個新視窗 接完新視窗之後呢 麻煩你到上面這個小圖示按一下 他就問說你的資料夾在哪裡呢 麻煩你按下這個 Open Folder 按下之後請到桌面 在桌面呢 你有剛才建立的資料夾 CSS表格 麻煩你開啟 我是建立在桌面 我不曉得你建立在哪裡 反正就是開啟這個資料夾 開啟了這個資料夾之後 麻煩你按下 Open 開啟 好的,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成功的建立了這個資料夾的路徑 有了資料夾路徑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都放進去裡頭 第四個步驟呢 我們在這裡要做一個更改 檔案名稱 那如果你看過前幾集呢 我都要你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不過這一集為了節省時間 以及表格的建立 已經在之前的影片有提過了 所以呢 我要你就是練習的話呢 我希望你能夠直接下載檔案 那檔案在哪邊呢 檔案在我的網頁上 那你可以到我的網頁 我的網頁網址是哪裡呢 麻煩你到下面的影片資訊區 你會看到這個下載檔案的那個網址 你按下去呢 就會開啟到我的網站上 你就可以下載這個檔案 OK,你就下載檔案 下載完了之後呢 麻煩你下載完之後 你會看到這一個檔案在這邊 OK,下載到你的電腦裡 下載之後呢 我要麻煩你把這個檔案呢 放到你剛才建立的 CSS表格資料夾裡頭 放在這裡頭 好的,我現在把它放進去了 在這裡,我把它開啟 CSS表格 所以麻煩你呢 到我的網站上下載這個範例檔案 在這裡 OK,然後存到CSS表格裡頭 下載完了之後呢 麻煩你點兩下開啟 就是這一個練習的檔案 那你會想說 這個要怎麼建立啊 HTML要怎麼做 在表格建立的 用HTML建立表格的那一集裡頭 已經說明過如何建立表格了 所以在這一集 我就不做重複的說明 如果你不確定如何建立表格的話 那麻煩你看那一集 那一集的影片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的資訊區 你也可以找得到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看那一集的內容 這是它的程式碼 我等一下會開啟 所以就看那一集的內容 來了解如何建立表格 不過這一集我們要做的是 如何修改表格 所以我們會把時間專注在 如何修改表格上面 好的 那當你呢 已經成功的下載檔案之後 而且放到 CSS表格資料夾裡頭 那麻煩你回到你的網頁編輯器 你的網頁編輯器裡頭呢 你的資料夾 現在就會多出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就是 css table.html檔案 麻煩你點一下開啟 那這一個檔案呢 就是這一個檔案 我快速的說明這個 html的程式 首先呢 有這個html 在這裡 OK 這是html html裡頭呢 有head 也有body head跟body 這是它的結構 在head裡頭呢 我有加上title 還有加上這個meta 這個是 格式設定 然後在body裡頭呢 如果你有看過 建立表格那一集的內容 你會知道 首先呢 我們建立一個標題 叫做建立表格 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更改 我們把它更改成修改表格 因為這一集呢 我們是要用css 修改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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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修改表格 我就是更改這個標題而已 然後呢 在這個程式碼的後面 H1的後面呢 有table OK 這是一個table 標籤 在table標籤裡頭呢 有table row 這是第一個row row就是第一行 第一行 第一行呢 有th 所以這是它的tablehead 就是這裡 這就是th 這裡是tr tablerow 然後呢 第一行呢 叫做th 第二行呢 也是tablerow 第三行也是tablerow 那裡面的資料 下一行tablerow呢 裡面有的資料 td是什麼呢 tabledata 這是它的資料 然後呢 第二行 第三行 所以總共有三組資料 張曉明 林大三 以及陳小花 所以有三個人 所以也就是這三組資料 OK tr 三行 加上標題列 OK 然後資料 資料 OK 就建構出我們的表格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表格 並不好理解 原因就是它沒有表格的 嗯 這個它叫做border 這個就是它的 它的線啊 沒有把它建立出來 所以呢 這一集呢 我們即將將使用 CSS OK CSS 來修改 好的 麻煩你把H1這邊呢 把它修改成CSS修改表格 然後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 回到你的網頁 重新整理 好 這就是修改表格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 寫程式 好的 寫程式要開始了 那首先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 外部的檔案 那如何建立外部的檔案呢 外部的CSS檔案 建立CSS有兩大方法 第一個是內部程式 第二個是外部檔案連結 那在這一個系列影片裡頭呢 我都是用外部連結 因為這個是最被常用的方式 也是最容易擴張你的網頁的一種做法 你當然可以寫在你的相同的檔案裡頭 但是它會讓如果你的網頁有很多 你的網頁有很多網頁的話 會造成難以理解的現象 以及需要做很多重複的事情 所以我們教你的 我在這裡我教你的就是一個 比較對未來會比較方便的一種方法 就是建立外部檔案 好麻煩你到這個檔案這邊 然後按下New File 如果它開啟一個新視窗 麻煩你關起來 有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好New File 好在這裡呢我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新的檔案呢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 跟檔案的合適 麻煩你按下去 然後打到CSS 好然後修改成CSS OK麻煩你做修改 第一個按下這裡 第二個搜尋CSS 第三個 把它確定下來 再來呢 確定這是CSS之後 這裡CSS之後呢 我們來儲存 喔喔我按錯課了 儲存 儲存 儲存過程當中呢 你必須要更改名稱 麻煩你更改名稱 我把它改成叫做table好了 table.css table.css OK 然後放在相同的資料夾裡頭 這很重要 然後一定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要不然會連結不到 儲存 好現在有了html檔案 跟css檔案之後呢 你看這邊 現在有兩個檔案了 我們要來做連結 如何連結呢 麻煩你回到html 然後到這個head這個標籤 在這邊我們按下link 就是連結的意思 relrelation 它的關係是什麼 等於 然後雙引號 那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叫做stylesheet stylesheet 然後href 是一個hyperlink 是一個超連結 連結的檔案是什麼呢 在這裡table.css OK按下去 然後大於 這樣的方式呢 就是把這個css檔案 做一個外部連結 有了外部連結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這個檔案 來打程式 那如果不做外部連結呢 可以直接在head裡面打 用style的標籤 但是呢 再次強調 因為它 未來啊 如果你網站 越來越大越大之後呢 如果你把css程式碼 寫在這邊 會造成一些重複的程式 以及 難以 就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的現象 所以建議你就是採用這種方式 好的 完成了之後呢 麻煩你做儲存的動作 儲存起來 儲存完了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 打入css檔案 所以呢 麻煩你到點css這邊 那首先呢 你對這一個網頁啊 最不喜歡的地方是哪裡 你可能會說 怎麼沒有這個線呢 這個網表格啊 通常都要有它的線啊 才能 才能清楚的分割出來 這個內容 好的 我們第一個就來加線進去 好不好 把線加進去 好 線在哪邊呢 線這一個程式是叫做table 你看看 如果你到html 在這裡 table table是什麼標籤呢 就是表格標籤 它涵蓋了整個範圍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呢 加入程式碼 就可以 建立體現 好 所以一個選擇 table 這是我們要加的 然後呢 打括號 在括號裡頭呢 麻煩你打上 麻煩你打上 border 1px 是它的寬度 solid是直線 然後呢 顏色我選擇black 黑色 OK 但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喔 什麼樣的問題 麻煩你儲存下來 然後呢 回到你的網頁 重新整理 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它只有外圍 它怎麼沒有裡面 啊原來啊 這個裡面啊 我們必須要有多一個程式碼來做設定 所以它現在是只有涵蓋外面而已 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這個th 還有資料td 這些東西啊都是th 然後裡頭都是td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要涵蓋整個範圍的話呢 麻煩你在table的後面加上 痘號th 痘號td 這樣子呢 就是代表 不好意思 這樣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加把線啊 border這個線啊 加在全部的資料以及標題 以及整個table上 好麻煩你儲存 重新整理 好啦 現在比較像一個表格了 OK 這個表格出來了 OK 都有線了 不涵蓋的全部的線 第二個你可能會想說 哇這個表格啊怎麼這麼小一個 可不可以加寬 把它變寬一點 當然沒問題 我們回到程式碼 一樣的在這邊呢 我們就加入一個新的程式叫做 width 然後呢你可以設定值 我把它設定百分之百好了 百分之百就是涵蓋整個網頁 好 儲存起來 不好意思 儲存起來 然後回到網頁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看到啊 它確實涵蓋整個範圍了 OK 確實涵蓋整個範圍 你會想說 欸這裡發生什麼事情了 OK我們待會我會把它 修改一下 我會把它修改一下 但是呢它確實涵蓋整個範圍 如果你想要改成90% 也是可以 它就是90% OK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設定來做調整 你所需要的設定做調整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我們試著把這個標題來做一下修改好了 這個標題啊 這個標題啊 我們發現什麼事情呢 它有點太急了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很寬一點 高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做標題 標題是哪一個標籤呢 在這裡 th th是什麼呢 在這裡 這裡都是th table hat 好那我們就來打程式碼 麻煩你到css這邊 th 然後呢打上什麼東西呢 height 高度 高度多少呢 我就用70來試看看好了 70 然後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好的 現在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的高度變高了 變高了 變高了 OK 它變高了 然後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設定它的寬度 寬度 假設我用 其實我不太確定了 我試看看好了 我用100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它沒有變化 它目前還是一樣的情形 所以with 在這裡沒有作用 我把它刪除掉好了 然後呢 這個標題 也可以把它更改顏色 我們就把它更改顏色 background color 把它改成綠色好了 light green OK 我就打上去 好了 儲存起來重新整理 你看現在這個表格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改完了之後呢 有一件事情 你可能也想要做更改 就是它的這個線條啊 你不喜歡 OK 它好像就是一個空間在這邊 可不可以就是10C的直線 如果要把它改成10C的直線呢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做修改 在這個table這邊 OK 在table這邊 我們再加上一個東西 叫做table OK 因為這個table啊 我們發現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它的這個線啊 不是10C的 所以我們要改一下 改成10C的 那改成的方式呢 叫做 collapse border collapse OK 然後呢 用的就是一個collapse的功能 collaps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崩塌 就是它裡面原本有空間嘛 把它崩塌掉 OK 儲存起來 回到網頁重新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10C的線 裡頭的空心啊 已經崩塌掉了 用的方式就是collapse OK 好 再來呢 還是這裡還是個問題 為什麼姓名這麼寬啊 可不可以改一下這個姓名的問題 沒有問題喔 沒有我現在來改喔 那之所以產生這個問題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把這個th 也把它加上百分之百了 這個會產生問題喔 因為這個是th 這個也是th 這個也是th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百分之百 OK 第一個百分之百 第二個算什麼 因為你已經把百分之百用掉了 第二個就沒辦法做百分之百 所以呢 這裡我們放錯地方了 這個地方呢 我們必須把它拿掉 放在哪裡呢 應該是要放在table 因為我們希望整個table是百分之百 而不是裡頭的th 這裡百分之百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好 我們現在就來打上這裡with 百分之百 OK 再來一次強調喔 在這裡呢 不能用百分之百 因為啊 它不只用在table 還用在th還有td 這會造成第一欄啊 佔了所有的範圍 把它改到table就好了 在這裡 好麻煩你儲存起來 儲存 好儲存 重新整理 那它這樣子呢 把它重新整理之後呢 它就有姓名電話電子郵件 它就分配好好的 OK 所以這個方式呢 就是百分之百 在這邊 你可以用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都可以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做了標題了之後呢 OK這裡已經好多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下一個好了 那下一個呢 我們來改這個 也可以改它文字的顏色 那我現在來改文字顏色 如何改文字顏色呢 在這個th這邊呢 我們就打上color 那你喜歡什麼顏色 你就打什麼顏色 我在這裡打白色 好 麻煩你儲存 重新整理 它就變白色 可能白色不是很妥當 因為有點太亮了 那在這裡呢 我就改成這個是綠色好了 暗一點 好我儲存下來 重新整理 好的它就變綠色 我意思說生綠色了 OK 所以在這裡我可以做一些格式修改 那你可以發現 這裡都在修改th 沒錯 我只有在修改pth 接下來我們來修改下面的內容 好下面是什麼呢 下面是td 所以下面是td 在這裡 td td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它這個css td td裡頭我們要修改什麼呢 第一個 你可能看得不順眼的地方就是 它怎麼都靠左 有沒有辦法置中呢 置中的方式就是 我發現我這裡有打錯字 在這裡 OK 那麻煩你改一下 麻煩你回到html這邊 這個 改掉 OK 性別 好 儲存起來 OK 回到css這邊 好 td這邊呢要怎麼打呢 我們就用text align 把它置中 OK 我們在學這個 第一集的css系列第一集的內容就談到了 是第一集嗎 好像是第一集 就把它置中起來 那選擇的就是center 好 這個就是置中的方法 麻煩你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看它現在都全部置中 這是整齊多了呢 那再來呢 就是它裡頭的高度 可不可以高一點 太急了 好我們把它變高一點 回到程式碼 來到css這邊 一樣 td資料這裡呢 我們要把它變得高一點 變高 就是用height ht 那多高呢 我來試看看70好了 欸 儲存起來 我用70 重新整理 好的現在這個表格 已經變得更乾淨了 不是擠在一起的現象 那這樣的表格 是不是比剛才這個 一剛開始的表格好多了呢 你看 這是我們現在表格 現在這是之前表格 清楚多了 那甚至你可以改這個文字的大小 文字大小 那我來改文字大小好了 Found size 那之前在第一集 css系列第一集已經有談過這些文字的應用了 我在這裡就不多做 太多的 css code 我就把它改成20好了 重新整理 就是變大了 清楚多了 再更大一點好了 哇 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很適合老人啊 這個用網頁的時候 可以看得到 好的 那現在字體變大了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再來做 其他的 接下來來做這個好了 現在的表格 比較現代化 好看的表格 希望強調都是一種簡潔的功能 換句話說 他們不希望有這種 直線在這裡 有時候 就是覺得很多餘 那如何把這些直線呢 把它移除掉 變成這樣比較簡約式的方法 那這個表格呢 好我們先來試看看 那這個中間這邊呢 涵蓋是什麼 涵蓋是TH 涵蓋是TD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設定 這個THTD啊 把它這個 把它這個 這個底線把它做出來 OK 我們必須要把底線用出來 這裡底線 好 那麻煩你現在到這邊 打上TH 鬥號 TD 我希望啊 THTD啊有底線 怎麼做底線呢 程式碼就是 Border OK BorderButton OK BorderButton 然後one one是它的粗細度 你可以變粗一點 在這裡我用one solid是它是直線的 然後我用黑色好了 好 現在儲存起來之後呢 你把它儲存起來 回到網頁重新整理 你會發現 都沒有什麼變化啊 但是這個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把 這裡拿掉 要把這 把一些地方都拿掉 把這些直線都拿掉 那直線這些呢 是哪些地方呢 直線這邊啊 是table 所以麻煩你啊 到這個最上面這邊 把這個table 這個 這個 把它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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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可以做這個 這個註解 把它註解掉 如何做註解呢 註解的方法就是 Ctrl加斜線 OK 或者是你用Mac的話呢 是Cmd加斜線 然後呢 就選擇這一行 然後Ctrl加斜線 或Cmd加斜線 把它註解掉 註解掉它就不會顯示在 這個網頁上 OK 那我把它儲存起來 我把它註解掉 不要讓它呈現 然後到網頁 重新整理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表格啊 變得比較像是一種簡約式的 也就是它沒有中間有線 事實上也不需要線 你看這也是個表格 也是很清楚啊 所以呢 我們這樣就是一種 希望使用者會比較覺得 用起來比較輕 比較 感覺比較舒服 輕比較舒服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來做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 我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 OK 這個東西 哇會變顏色的 變顏色看起來就是感覺不錯 好如何變顏色呢 在這裡要學一個 CSS的code 叫做Hover Hover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懸浮 漂浮 當你的這個游標啊 漂浮在某一個區域的時候呢 它就會作用 我漂浮到這邊 它就起作用 漂浮到這裡就起作用 那就叫做Hover OK 所以我們現在試看看 那如何使用呢 我們希望Hover是建立在這個 這些資料的行上面 所以它是TR 這個是TR 所以當我們碰到TR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變背景的顏色 好 那就打上TR TR 然後Hover 打括號 那怎麼變顏色呢 我們就變背景的顏色就可以了 Background Color 什麼顏色 隨你喜歡 我就選擇這個 Light Pink 還是Gray OK 我選這個好了 好我現在把它選擇 你可以選你喜歡的 好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你的網頁 然後試看看 不是這個 這裡重新整理網頁 你看是不是就變顏色了 我們甚至可以變這個文字的顏色 OK 我們可以變文字的顏色 我來這裡試看看 就是Color就可以了 Color 我用White 好在這個Hover上面呢 我希望 游標在這上面的時候呢 不僅變背景顏色 也改變了文字的顏色 好 說說 重新整理 你看 現在連文字的顏色都變了 原本是黑色 現在變白色 當我有這個Hover的作用在上面的時候 OK 所以這就是表格的一種 應用的方式 那現在這個表格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你看 原本是這樣子 非常難看的 非常 那現在變成非常好看 OK 有沒有到非常好看 就是比較這個 這個 比較有設計感一點 好的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個表格的修改 我們利用了CSS 把原本這個 簡陋的表格 變成一個比較有設計感的表格 也讓使用者覺得更方便 因為他可以輕鬆的知道他選擇的是哪一個資料 透過這個顏色的變化 讓他們知道說這是哪一個資料 那而且呢 這個程式 這個表格呢 有清楚的 把這個各個資料呈現出來 用比較簡約的方式 那程式碼 就在這邊 所有的程式碼 我把這一個table的表格的 這個線 把它移除掉 因為我把它變簡約一點 然後在table這裡呢 我把這個他的border 把它變成collapse 然後寬度100 他的hat 我把它變綠色 白色的字 資料 我的高度70 字中 然後呢 字體大小30 然後呢 head和data呢 的線呢 我把它加在這個button的線而已 也就是這裡而已 這個就是button的線 OK 然後呢 最後再加上hover OK 這就是這一集的CSS內容 那希望這一集的內容對你有幫助 那你知道說表格啊 事實上可以透過CSS快速的修改 然後變得更好看更吸引人 好的 如果你對這一集的內容有什麼問題 麻煩你在底下留言 我也會把這一集的程式上傳到我的網頁上 你可以下載 你可以使用 好如果有任何問題 麻煩告知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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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